它就是这个红色的餐车 上面写着 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 我觉得在纽西亚能够吃到台湾鸡排 是蛮感动的 基本上坐那个就没有收钱 就是交朋友 你的整个生意都是来交朋友的 没有以赚钱为目标 今天呢是要来找一个台湾女生 她有在Aerotown Festival的市集摆摊 卖的是台湾的咸酥鸡 这边呢是她的四种menu 那第一个呢是炸地瓜薯条 第二个是台湾鸡排 今天已经卖完了 然后这个是咸酥鸡 鸡米花 然后这是地瓜薯条跟鸡米花的combo 我觉得在纽西亚能够吃到台湾鸡排 是蛮感动的 可以吃出来它的鸡排有先腌过 然后它上面有撒那种胡椒粉 像那种台湾胡椒盐 在这里并不是很常能看到 所以吃到家乡我也觉得还蛮感动的 尤其在这么冷的冬天 那你一刚开始怎么会有想要摆摊车的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喔 这个想法是从一开始我到欧洲walking holiday的时候 我就有带足够的金钱 因为那时候英文没有很好 然后就想说去到那边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 那我买一个餐车来卖炸鸡好了 你英文没有很好那你怎么敢 就是有这个想法 因为如果你要自己当老板的话 你要跟很多人交涉耶 卧差澳洲物价 它其实超市跟你去找supplier的话 价差没有很大 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去超市买货 我也不用跟人家讲话 然后 可是你跟客人要对话啊 我跟客人对话 我那时候有想说 沿用我在台湾的那个炸鸡店的模式 什么模式 就是就直接摆那种透明的那个 像那种冰箱 冰箱 对对对 然后我客人都直接跟我讲说要拿几个 用笔的 我只要问他你要不要辣 所以 所以挺简单的 那你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 你后来有真的有摆餐车吗在澳洲 没有 到澳洲的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 那为什么后来现在会决定在纽西安 开始卖台湾鸡排 我先生的老板啊 他们蓝美的很喜欢BBQ 很喜欢BBQ 然后每次BBQ 就要带一个餐点过去嘛 那我就只会炸炸鸡啊 所以就带去 然后就很多人吃的时候就想说 你开店 就是会一直怂恿你开店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lockdown lockdown 去年三月的时候 对 然后又刚好生完小孩 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我先生就突然冒出一句说 不然你去卖炸鸡好了 然后我就上网去找 有没有人要卖餐车 然后你就在网路上找到 那是二手的餐车吗 那是二手的 然后你自己改造 不用改造 它原本就长这样 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跟我讲说 你那个摊车这样 弄一台下来好像也不便宜吗 都弄完 包括那一些费用交给政府有的没的 大概快三万 第一个你要缴地摊费 要收租 然后再加上这边人力成本很高 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时间 你的薪水算上去 再算你的食材的话 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赚 如果是Saturday Market 你一个礼拜就只有摆一次 你只有在那边吗 你没有在其他地方 没有 如果是其他摊车的话 像他们如果一个礼拜只摆一次 他们的钱都从哪里来 我有点好奇 他们都有自己的本业工作 那他们的工作也要很弹性 才可以让他们这样请假去拜市集 蛮多他们就是要求假日修 因为很多人都是有小孩 所以可以跟公司协调 就是修周末 那你的本业是 Housekeeping 而且我们后来在台湾的LINE群组才发现 其实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其实Remarkable Market 这个市集它是有限制的 你没有特色的东西它不让你卖 所以我不能卖炸薯条 因为它是要求你要有自己国家的特色 哦 隐藏菜单的时候 你怎么跟客人讲是隐藏菜单 没讲啊 就知道大型market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台湾人来 然后我就会做 然后有时候就是客人 我比较不忙的时候 跟客人聊个几句 我说你要不要吃地瓜球再跟你吃 哦 如果对方没有讲他是台湾人 你也不会主动讲 因为人家不一定要吃啊 基本上做那个就没有收钱 就是交朋友 你的整个身体都是来交朋友的 没有以赚钱为目标 就是一个礼拜只开一次 一次只有四个小时 好那我们今天就带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影片呢 可能都在台湾也没有办法来支持 就是在纽线摆摊的台湾人 做兴趣 做兴趣交朋友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